那这些个东西 都是原产于我们本土的吗 有一些是我们中国原产的 比如说芡草 蓝草 还有一些呢 是通过丝绸之路 传入中国的 比如说红花 那么据传红花最初呢 是起源于埃及 然后经过古代波斯 进入到了大唐长安 最后也成为了 大唐非常重要的一个流行色 那么近代的中国呢 红花染的技术 其实已经几乎失传了 我第一次去了解红花染 其实是很多年前在日本 当时我看到 有这个红花作为染料 然后我就花了 很贵的价钱买回来 结果回来以后 看到产地中国新疆 而且红花也不仅仅 它是染料了 在唐代呢 还是发妆品的来源 我们说的胭脂 口脂 都是用这个材料来做的 他们今天画的是用这个 对 今天这三位姑娘 我们看到点花垫 就是额头上的 以及苗面艳 脸上的花纹 以及嘴上的点口纸 其实都是用红花做成的 化妆品来画成的 你们这个好 无毒无害 太值得推广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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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